今天的娛樂CSI要和大家討論TVB的電視劇集《雷霆追擊》 其實《雷霆追擊》都是今年TVB重頭的電視劇集 所以特別找了三哥、林峰、觀音、徐子山 再加上吳宇利一起拍攝 這部電視劇集開拍以來都很多是非 個個都說林峰經常遲到 搞到三哥都很不妥他 也都說林峰簡直是一個少爺 不是弄傷腰就弄傷頸 搞到整天臨場 所以這部電視劇集的確已經拍了差不多四個月 今天說的主角不是林峰是吳宇利 原來除了林峰之外 吳宇利也很難搞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一起娛樂CSI 電視劇集《雷霆追擊》開拍以來都有很多是非 由於很多人都覺得林峰整個冬子 經常遲到早退 而且說自己要去哪裏活動 那裏活動經常搞到臨場 而且這部電視劇集中有大量動作鏡頭 不是弄傷頸就弄傷腰 所以搞到這部電視劇拍來拍都未拍完 個個都說三哥的體能都好過林峰 雖然觀欣娜都說拍得非常之辛苦 但是他都非常賣力 但是今天要說的主角不是林峰 反而是吳宇利 大家都知道吳宇利已經很多年沒有拍電視劇集 今次回到香港復出 都是為了女兒要回來香港讀書 今次回到香港入了TVB之後 除了做C2和主持之外 TVB還簽了她做親生子女 所以特別重頭劇給她拍這個雷霆最極 其實吳宇利自從回到香港之後 都幫TVB主持過節目 亦都做過C2 不過評價方面 大家都覺得她非常生硬 而且好像記不到稿一樣 今次TVB特別簽了她做親生子女 由於她發現TVB真的少了很多花彈 所以她想簽吳宇利 叫她拍電視劇集 其實當時劇組的人都非常明白 就是知道吳宇利已經這麼多年沒有拍電視劇集 是需要一段時間去Pick Up 所以大家都不怪她開頭整天NG 不過現在都叫做拍了四個多月 無論跟她做對手的 好像三哥、鄧子豐、羅樂林等等 她都說吳宇利的確是經常NG 亦都試過一次跟三哥有場對手戲 第一句對白已經忘記了 三哥都忍不住叫她回去看熟點劇本 接著我們再拍了 由於她真的沒有專心看劇本 只見到她經常在聊電話 所以經常弄到大家都是辭職的 記者就著這件事特別去到片場看看 剛巧被她們見到的就是一場重頭戲 所有主角都在這裡 除了一除止刪 這一場就是警匪槍戰的戲 所有的演員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對白 只不過是說她們中了榴彈 接著受傷很痛跌落地 很多的演員在拍攝之前 拍攝之前已經非常認真 你想一下槍戰 那些樣子要很緊張 好像羅樂林、林峰那些 已經做了戲、入了戲才拍攝 但都看到吳宇利在後面在笑 打哭怒 亦都說吳宇利很多工作人員都說 其實每一次上班都好像游魂一樣 又不記得對白 又不知自己要說什麼 又不認真 她說曾經有一次還跟導演吵架 令到所有的演員都知道這件事 連三哥對她都有點微言 就著這件事 一班記者都有問過吳宇利 她都非常之坦白 覺得自己這次的確做得不好 因為她覺得自己已經太久沒有拍電視劇集 很不習慣 亦都覺得拍電視劇集真的非常之辛苦 拍完這部劇之後 她都要休息兩個月陪個女兒放下暑假 她除了放暑假之外 亦都要積極減肥 因為她覺得自己這麼肥 上鏡一點都不漂亮 她說她會繼續努力 她都明白 她經常NG令到大家遲下班 真是不好意思 說一句話 說一句話 是時候百進公投 今天百進公投題目想問問你 你覺得不與你復出之後 她的表現又如何呢 我將你的意見 去到百進娛樂網站 Kickup討論區 將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又要提醒大家 今個星期日就是阿瑞小姐的總決賽 我們將會去到HiltonSuite舉行總決賽 如果大家都想看到現場盛況 大家可以用手提電話 或者上網用WOW TV的APP 就可以現場直播到 阿瑞小姐的總決賽 當晚7點就會在手機直播 大家想看的話 記得星期日晚7點就上網 在這裡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周末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